你覺得自己的角色 剛才說了 三十歲的時候我不移民 到今天 我看到他告訴我 原來在22條之下 中聯辦是與關事的 他們超然於所有事情的 你是很生氣的 那個感覺 這麼多年以來 無論是政府 無論是中聯辦 自己本身都說 他們是根據22條之下 受規管的 這個是他們說的 接著他們永遠是將今天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你是不是真的要用這些無所不容其極的方法 去將自己合理化一件事呢 而那件事本身是不合理的 大家知道的 最後他可以釋法的 我們明白的 你可以去釋法 但是你不要說這樣的說話 指鹿為馬的方式 我認為香港的市民很不同 很討厭這些方式 你見到現在